截至目前呢,累计向全国供应各类呼吸机近2.9万台,其中向湖北供应近1.8万台,含有创呼吸机3000台。 刚才您提到的向国外的说,据我们向主要生产企业了解,目前呢,达到向国外的呼吸机供应应该是达到将近1.8万台,这几天是有一定的增长。 同时呢,社会各界对中国的呼吸机的生产能力要有一个清醒、准确的认识。 就像刚刚黄黎兵局长提到的,在关键零部件保障供应情况下,我国有创呼吸机的周产能约2200台,产能不足全球的五分之一。 想满足全球疫情防控的需求是不现实的。 另外呢,有创呼吸机是高端医疗装备,设计生产和临床验证都必须经严格准入和认证,周期很长。 主要零部件的供应有国内的,也有国外的。 随着疫情蔓延呢,零部件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冲击。 因此,在疫情影响下,通过扩产、转产,实现大规模的增产,短期看基本不可能,长期也有困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